中国的网站遭到了骇客攻击 指控是台湾军方下的手 中国国安部宣称 骇客组织匿名者六四 背后就是台湾的资通电军 更公布了三名现役军人的姓名跟照片 对此骇客直接发梗图 嘲讽中方是认真的吗 国防部长顾立雄也出面驳斥 强调发动网路攻击最多的国家 就是中国 高调发文说要起底台独网军 中国国安部宣称 近来对中港澳发动网工的骇客组织 匿名者六四 背后正是台湾资通电军的网路战联队 甚至直接公布三名现役国军的姓名和照片 每天在进行网工骇轻的国家的第一名 我想应该就是中国 真正的使作用者是他们 我指控了这些相关的部分的内容 相关的内容我认为都不实 国防部严正驳斥 自通电军也发声明 强调网路战联队负责保卫数位国土 中方指控内容并非事实 而且中国才是破坏区域和平的始作用者 中国的一些防火墙机构 包括网路长城都会受到这些匿名者组织 等于是国际的网路义勇军的测试来找出他一些漏洞 面对中国指控 匿名者六四在社群X上发出来自蜘蛛人电影的迷音梗图 表示 Are you serious 你认真的吗 嘲讽中国意味满满 有专家分析 中国证实被网工 可见骇客有可能已经攻破对方的防火墙 取得重要勤资 无可奈何之下 中国只能张冠礼贷来找台湾顶罪 记者零先就黄伟才特别报道